嘿 你好 我是硬白云 之前陆陆续续的做了几个项目 几乎都用到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 Arduino 或者是类似于Arduino的开发版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不用Arduino做其他的创客项目了 咱们来玩一点高级的 咱们把Arduino做出来 首先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Arduino 实际上Arduino是一个简单易用的电路开发版 它比电脑更适合用来感应和控制现实物理世界 当我们在电脑里写好代码 就可以把代码传输到Arduino里 让代码对Arduino进行相应的控制 再说的直观一点 我们可以用代码通过Arduino来控制LED灯 马达 喇叭 温度计 超声波传感器 水位感应器 摄像头 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通过准确的选用这些物理设备 再加上合理的代码控制 我们就有了各种神奇的作品 比如我们使用温湿度传感器加液晶显示屏 就可以做一个家用温湿度计 再比如我们用一个超声波传感器加一个风鸣器 就能做出一个距离报警器 你要觉得这些还不够炫酷 用Arduino做个四周飞行器 3D打印机 甚至是小型卫星也不在话下 所以呢 对于一个创客爱好者来说 能熟练的使用Arduino 绝对是开启了一身新的大门 不仅如此 单纯的想零基础学编程的朋友 也可以从Arduino来开始入门 比起枯燥的纯代码环境 用Arduino来学编程的 可以让你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成就感 给你在学编程的道路上提供更多的动力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Arduino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直接买一个这样的Arduino Uno的板子 然后找教程直接跟着学习就行了 以后如果有机会呢 我也可以给大家讲讲Arduino的相关的编程知识 如果你不满足于此 想真正的了解Arduino硬件层面的工作原理 并自己动手做一个 那你就认真地看下去 即使你不了解电路原理也没有关系 我会用尽量最直白的语言讲给你听 也许这个视频就是你打开电子世界大门的第一步 这个视频涉及到的所有资料 包括原理图PCB文件 我都会完整地分享给大家 方便大家学习和研究 如果大家下载完资料 认为我分享的资料足够靠谱的话 回来给我点个赞 留个言 要是你不想错过后续分享的更多好东西呢 那么也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Arduino有很多种型号 比如Arduino Uno Arduino Nano Arduino Mega 2560 Arduino Pro Mini Arduino Zero Arduino雲 等等等等 日常使用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Arduino和Arduino Nano 这两个型号虽然大小看起来差很多 但它们实际上使用的核心芯片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Arduino 328P 想要自制Arduino开发板呢 认识这个Arduino 328P就是第一步 Arduino 328P呢 是Arduino的核心芯片 Arduino的所有核心功能都是这个小小的芯片提供的 不要被Arduino开发板复杂的电路所迷惑 其实想让AT Mega 328P工作非常非常简单 一个16MHz精震 一个10K左右的电阻 一个0.1微法电容就够了 先来画一下电路图 准备好面包板 把328P插上去 把精震 电阻 电容 摆好 查看数据手册呢 1号是复位接角 90两个接角接精震 来找一下1号接角 先找到开口位置 然后按逆时针顺去数 第一个就是1号接角 把1号接角接到电容和电阻中间 再找到9号和10号接角 把精震的引角接过去 最后再把新天的供电电路引出来就行了 为了能看到工作效果呢 我们再增加一个LED的小灯 现在就可以把测试电路从电脑里取出来 看一下效果了 想要让328P工作呢 需要5V的电压驱动 我在这里用一个串口模块 来给芯片供电 我们看到LED开始闪烁了 ATMega 328P最小电路就搭建成功了 实际上对于ATMega 328P的最小系统 连复位电路都可以省略 只需要一个精震 然后给芯片供电就可以了 您有没有这个疑问 328P工作以后呢 为毛使LED灯闪烁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在芯片里预先烧录了让LED灯闪烁的代码 那如何才能烧录新的代码实现新的功能呢 这个也不难 我们只是要用这个串口模块 把模块的TX结脚连到芯片的RX结脚 把模块的RX结脚连到芯片的TX结脚 结合 连好以后 安装好串口模块的驱动 把串口模块拆到电脑上 就可以用Arduino IDE烧录新的代码了 现在我们来修改一下代码 让LED灯从闪烁的效果变成呼吸的效果 看看结果怎么样 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 在使用Arduino IDE烧录的过程中 需要手动将328P的复位接脚 支援低电位一下 这样才能正常烧录代码 但这个操作的成功率并不高 而且也不是今天的重点 就不详细讲了 如果你还在琢磨ATMEGA 328P 还能这么玩的时候 我还是要给你泼一点冷水 实际上全新出厂的ATMEGA 328P 是无法直接使用串口模块 进行代码烧录的 因为还缺少了Bootloader 那什么是Bootloader呢 简单来说Bootloader是芯片加电后执行的第一段代码 有了它芯片才能正常的加载 应用载码 所以想要顺利的使用328P刷Bootloader就是必须的 好在对于Arduino来说 刷这个Bootloader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唯一就是需要你有一个这样的Tiny ISP模块 根据电路图 把Tiny ISP和328P对应的接脚连接好 把模块插到电脑上 打开Arduino IDE 点击工具烧录引导程序 就OK了 如果你不想买这样的一个Tiny ISP模块呢 也可以使用另外的一个Arduino的开发板 来给芯片烧录Bootloader 具体方法呢网上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找一下 到此呢 如何使用ATMega 328P的最核心知识 就全部的交给大家了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开始 制作一个完整的Arduino开发板 实际上对于一个完整的Arduino开发板来说 无非就是把上面的金振电路 附位电路 串口通信电路 ISP电路整合在一起 然后再补充上供电电路 状态提示电路 再把芯片的工作接脚全部都引出来就行了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些电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先来画一个ATMega 328P芯片 在这里我们把刚刚使用的大块头封装 换成这种小型化封装 一来是节省空间 二来是方便我们后续做修改 然后增加金振电路 增加附位电路 这个附位电路多了一个按钮 方便手动对芯片进行附位操作 增加串口通信电路 我这里使用的串口芯片是CH340C 芯片自带金振用起来比较方便 增加ISP烧录接口 增加5.5 2.1原口供电电路 使用AMS1117降压芯片 允许的输入电压大概在6.5至12V左右 可以稳定的输出5V电压 增加这种大头的USB供电接口 增加3.3V供电电路 方便驱动那些需要3.3V供电的模块 最后增加圆口供电USB供电选择电路 增加LED状态显示电路 根据原理图把线握好 到此为止Areno Uno的设计就完成了 在很多时候如果可以把Areno Uno变小 使用起来将更加的方便 基于刚刚的原理图 我们完全可以把Areno Uno小型化 设计一个Areno Nano 电路几乎无需改变 只是要把一些较大的元件封装做调整就行了 这样Areno Nano就设计完了 Areno的设计功夫已经练了5层了 还有更高级别的设计吗 显然是有 别心急 请认真地看下去 本视频最精华的部分 先来分析一下Areno Uno和Nano的优缺点 Areno Uno个头比较大 和面包板杜邦线配合在一起 搭建验证电路比较方便 如果使用它来制作一个接近产品化的项目 就有非常大的劣势了 首先就是稳定性差 因为使用Areno连接电路 基本只能用杜邦线连接 这样的电路放在一个需要长时间使用的项目里 是不可想象的 随便的触碰 颠簸都可能导致电路的损坏 另外比较大的体积 也给项目集成带来了麻烦 而且Areno Uno把所有的元件都集成在了一起 我们在制作小项目的时候 往往一些周边功能是不需要的 这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再说Areno Nano 它基本上解决了Uno体积过大的问题 但成本没有比Areno Uno少多少 甚至原装的Areno Nano 比Uno还要贵上很多 Areno Uno的兼容版本 价钱相对便宜一些 但用料也相应差了很多 尤其是没有电流保护 这导致我在使用Nano搭测试电路的时候 经常出现把Nano烧毁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Areno做低功耗项目的时候 由于Nano自带串口芯片 这个芯片是一个耗电大户 导致Areno Nano和低功耗项目就不圆了 说到这里还需要多提一下Areno Pro Mini 它和Nano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移除了串口芯片 改由一个独立的串口模块给它烧录代码 但是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吐槽了这么多 如果不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那就太low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就是将Areno Uno Areno Nano Areno Pro Mini 合三为一 具体的思路就是将供电工作街角引出 ISP烧录串口传输这些功能都保留在Areno Uno的底板上 将金针复位电路独立供电电路保留在Nano上 同时通过IC擦作的形式将两者连接起来 这样当两者插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一个普通的Areno Uno 可以用来测试圆形电路什么的 当把核心板取下来以后 它就相当于一个Areno Nano 可以用于产品化项目中 另外这个核心板取消了串口芯片 可以减少功耗 同时增加了自恢复保险丝 3.3V转换电路 方便其独立可靠的使用 如果需要给核心板烧录代码的时候 可以直接插在底板上烧录 也可以使用Micro USB线将底板和核心板连接起来 这个时候底板就相当于一个串口烧录器了 思路有了设计也完成了 制作自然不在话下 一起来看一下最终的成品 这个是底板核心板合体以后的效果 功能大小接角布局和Areno Uno完全一致 这个是分体以后的效果 核心板的长宽和Areno Nano一致 厚度则比Areno Uno小了不少 核心板不含串口芯片 增加了自恢复保险丝 3.3V供电电路 独立使用的时候更加可靠 分体以后可以用一根公对公的Micro USB线 将底板和核心板连在一起 烧录代码的体验和给Areno Uno烧录代码是完全一样的 到此为止呢 自制Areno的6层功夫就全部的交给你了 不知道你现在掌握了几层 如果有大神能在这6层的基础之上 还有第7层第8层的资录 还请在下边的评论中辞交 最后重申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涉及到的所有的资料 都会在视频简介中分享给大家 没有任何套路 你可以随便的下载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以及我分享的资料能够帮助到你的话 请一定要回来给我点个赞 留个言 最好能关注一下我的视频 在这里谢过大家 和尹白员一起学创客知识 做创客项目 想创客资料 成创客达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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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